4.5的这个分数的乘除法 3分之2跟9分之7 那这个2呢 你会发现到3跟9都不能被2乘除 然后7的话呢 3跟9也是不能被7乘除 所以这边呢 唯有9分子乘分子 分母乘分母 7二14 9三27 27分之14 收工就是这样 OK 第二题7分之7 乘上负21分之4 这个首先你要注意到 有一个负对吗 这个在7最前面呢 你就要补一个负了 不要忘记它 OK很多同学就忘记了 这个负你越是要写在最前面了 然后7三二十一 越减了 然后4二得8 分子剩下一 3二得6分母剩下6 所以这题是负6分之1 只是红锐漏了那个负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有负的 OK 第三题 十五分之4 乘上十六分之25 先越减5 535 525 再越减4 414 6 424 过后呢 没有的月了 3乘16 等于48 5乘1 得到5 所以这题答案是 四十八分之5 很好 可以看到这个负吗 写在最前面 不要忘记它 然后开始越减了 11跟33 可以越减了 剩下3 3乘11等于33 过后越减5 7乘35 10除以5得到2 没的月了 因为7 这个3跟2 越不了 3 2得6 7 1得7 所以是负7分之6 也是正确的 非常好 OK 那这题怎么做呢 负的写前面 然后3 3 2 6 6加1 是7 这个是3分之7 过后乘上8分之3 OK 这个可以这样子挂5 挂5不挂5 我个人就觉得 没有所谓了 主要3是可以约掉 8跟7约不了 所以这题答案是 负8分之7 就是这样了 然后呢 这一题 44 也是不对 这个不对 正确来讲 怎样做呢 11分之10 我们先不要动它 2又5分之1 先必须要把它换成 假分数 5 2 10 10加1等于11 5分之11 11跟11可以约掉 5可以约掉 剩2 所以这些答案是2 罢了 OK 好 第四题 4又3分之2 先把它换成 假分数 4 3 12 12加2等于14 3分之14 5 2 10 10加2等于12 5分之12 12跟3 越减4 越减3 3 4 12 过后呢 4 4 16 4 1 4 经位得到5 然后呢 分5是5 你在做除法 56除以5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155 155 剩下一 所以是10亿 所以是10亿又5分之1 你必须要换成 必须要吗 我只能这样子讲 我发现到初中的课程 好多都是 不是放在假分数的 他们假分数的话 都会换成代分数 所以这个初中的阶段 我就会跟同学讲 你看到假分数 你就换成代分数 高中的话 我们一般上就放着 假分数就放着了 就不需要换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个标准 反正就是 OK 初中的阶段 我们寻理换成代分数给他 给16又2分之1 乘上3又11分之7 换成假分数 12乘2 16乘2等于32 32加1等于33 2分之3的3 3乘11等于33 33加7等于40 11分之40 过后11跟3可以越减 33可以越减 剩3 过后再越减2 那得到20 父母剩下一罢了 20乘3就会等于60 这个1可以不用管他 我们就写成60就可以了 OK 1又4分之3乘2 先把它换成假分数 4144加3等于7 越减2 2分之7 换成代分数 3267 减6得到1 所以是2分之1 3又2分之1 还有这一题 我先讲一下伟人 错在哪里 他是 他做什么 他先把9跟11乘起来 得到99 8跟7 乘起来7 8 56 过后56 过后56跟28可以越减 得到2 33跟99可以越减 应该是得到3 不是得到2 所以这个是越减错误了 OK 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3分之2 然后3分之2 第二个问题 即使你是2分之2也好 2分之2越减得到11 对吧 这个你会得到1 如果是2分之2 你的答案最后越减应该不是得到2 是得到1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不过重点是在于你这边越到越减不对 还有其实我们不需要说两个前面的新乘起来再越的 我们可以跳过去越的 怎么说呢 7 4 28 我们可以这样子跳过去越 11跟33 越得到3 3跟9 越剩下3 4跟8 越剩下2 最后得到3分之2 我们可以这样子越的 不需要说前面两个先约 约不到的之后再做下一个 没有的 我所知道的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学校老师是不是说 一定要这样子做的 OK 好 再来 123 三个负呢 是有一个负的 只要单数的话就有负 过后呢 我们再换成假分数 72724 14加1等于15 然后呢 这里也是一样 3133加1等于4 这个呢 十分之9造写 过后呢 越减3 355 越减5得到2 22得4 最后剩下负9 最后剩下负9 第11题 我看到 第11题负9 OK 一个负两个负 基本上是正的 所以正负符号可以不用管它 33得9 这个3是保留的 339 9加2等于11 这个5保留 515 5加1 6 然后呢 这个22保留 22乘1等于22 22加3等于25 我们越减5 5525 我们越减11 得到2 32等6 最后剩下5 第12题 单是5 OK 就是这样了 好 再看下一题 第13题 十分之7 有除法了 对不对 除法变成 不好意思 我的人生出了一些问题 回来 OK 刚才讲到而已 我们再讲过这个了 十分之7 除法变成罚 上下颠倒 5跟10 月减生2 3 2得6 7 1得7 过后呢 分子大过分母的话 你就要除一除了 你就会剩下一 6 16 然后呢 寓一 所以是一又六分之一 这个 如果你们做惯了之后呢 是可以心算的 过后呢 三又四分之三 3 4 12 12加3 等于15 4分之15 然后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3跟8 OK 8跟4可以越减4 得到2 3跟15可以越减得到5 分母是一亿的 不用管它 5 2 10 最后答案是10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我个人是觉得可以挑了 OK 我不晓得你们老师了 这还是以你们老师为主 当然你多一个步骤 没有人会讲错 OK 3 2又三分之一 先换假分数 326 6加1是7 三分之7 326 6加1是7 二分之7 过后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7跟7可以越掉 负我还记得写前面 负三分之2 很好 正确 OK 5 315 15加1 等于16 然后313 3加14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4跟16 越减 剩下4 4是16 3跟3越掉 过后还有一个负 这个又忘记了 这一题又忘记了负了 得到负4 得到负4 4又三分之2 4三十二 12加2等于14 三分之14 除法你要把它变成成法 然后乘三分之一 过后呢 分母跟分母乘 上上得9 14乘1等于14 所以你漏掉了这个分母 9了 OK 919 14-9等于5 所以是一有九分之五 这个是换成带分数的情况 这一题的话呢 224 4加1是5 原本是负1 除以二分之五 过后呢 变成成法 成章五分之二 这个负写前面就好了 一成任何数都是那个数 所以负五分之二 OK 这个是漏了负的 漏了负 三又三分之一 三三九 九加一十 三分之十 除法变成法 成二分之一 好 变成倒数 二跟十可以 约减剩五 三分之五 一又三分之二 OK 一三三 五减三得到二 所以是三分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五分之六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你可以一次过换的 OK 不用 先换一个 再越减乘起来 再换另外一个 再越减乘起来 你可以一次过 四分之三 乘五分之六 乘二分之十五 对吧 然后呢 五跟这个可以约三 二跟这个六可以约三 三三九九三二十七 四分之二十七 直接跳过来的 OK 然后呢 六四二十四 二十七解二十四 剩三 所以是六 又四分之三 可以换成 呃 代分数的情况 OK 二十分之九 除法变成法 乘上六分之一 呃 很意外的 两位同学 都是依然做法 我就有点怀疑 可能是老师 交代一定要这样子做 这个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老师 交代这样子做 你就这样子做 我纯粹是一个comment 可以一起做的 照理来讲 OK 那六跟九 可以越减三 得到三跟二 这个是漏了 这个是伟人做错的部分 二跟二十乘起来 变四十 他好像看漏了这个二 所以是四十分之三 所以除法变成法 颠倒的时候 三分之十六 十六应该是跟四十越减 四十越减四的时候 剩下十 三跟三越掉 十分之四可以继续越 应该最后会变成五分之二 所以这题的答案 应该是五分之二 所以这个是漏掉这个二 大家越减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有剩下什么东西 要看清楚 OK 再看一下这一题 五四二十 二十加一二十一 我先做除法 因为换成假分数先 五二十 十加四等于十四 这个也是除法 八一八 八加七等于十五 OK 然后呢 因为有一个负 我的负写前面 四分之二十一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十四分之五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十五分之八 然后呢 五跟十五 越减胜三 七 七三二十一 七二十四 四二得八 三三越掉 哎 越到完呢 这种越到完的情形呢 就是负义 第二十二题 当然是第一 十分之三 乘五十四分之四十九 再除以十五分之十四 红锐的做法呢 他先越减三 三一三 三八二十四 过后呢 十八乘十等于一八零 然后四十九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可以越减七 七七四十九 七二十四 可以越减五 五三十五 这个越减五的话 五三十五 六五三十 再越减三 三一三 三乘十二 等于三的六 十二乘二等于二十四 七乘一等于七 所以这题答案是 二十四分之七 正确 七六七分之三 七七四十九 四十九加三 等于五十二 七分之五十二 乘上负的五分之二十一 照超 过后呢 九四三十六 三十六加三 等于三十九 负四分之三 九 过后前面先越减七 三二十一 三二六 三五十五 负的这个负写前面 负的一五六 除以五 过后处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三十九 他发现到四九三十六 四三十二 四三十四十五 刚好越减胜四 负负得正 四四十六 五一得五 所以是五分之十六 十六除以五 就得到三又五分之一 所以这题答案是三又五分之一 正确 OK 再看一下这题 三二六 六加一是七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七分之八 这边我就做快点了 因为这个是六一六 六加一是七 所以我们就到转一下 就七分之六 负还在 负负得正 我们可以直接去掉 然后七可以约掉 二可以约掉 最后剩下六四 二十四 七分之二十四 七三二十一 剩三 七分之三 二十五题 不对 不对 看错了吧 七三二六 七分之八 六一六 加一七 负负得正 我看你知道错了 这个是乘的 这个不用倒转的 这个六分之七 就是六分之七 看错了 OK 错 倒转的只是这一边罢了 不要弄错 我又弄错了 OK 然后七约掉 二约掉 再约一个二 得到三 所以负负得正 七二十四 三 再分母 三四十二 生二 三分之二 第一二十五题 四又三分之二 这样子才是对的 OK 四分之三 除 除以一 一又七分之一呢 我们换成假分数 七一七 八 七分之八 然后三十五加一 甚至三十六 然后呢 这一边要颠倒 这个要保留 然后 颠倒了之后 就可以越减了 在 宏瑞还是会 还是习惯说 在这边 先整几来 八 八四三十二啊 为什么你写二十四 我觉得这边弄错了 OK 额应该 你可以直接约的 像这里 七五三十五嘛 九四三十六 然后应该就没得约了 九三二十七 五八四十 所以这题应该是四十分之二十七 啊 所以这边是约错了 四八三十二 四六四二十四 OK 这个弄错了 再来这题 一五五 五加三 等一八 五分之八 除以 十 十乘二等一二十 二十加三 二十三 四一 四乘十一等一四十四 四十四加二等一四六 过后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然后五跟十 越减 二十三 跟四十六 可以越减 对吧 呃 过后就没有了 二二四 四八 三十二 十一又三十 十一分之三十二 三十二除以十一的时候 三的话呢 就会三十三过龙了 所以是二十二 减 呃 减出来是十 所以是二又十一分之十 二又十一分之十 正确 OK 就是这样了 OK 这题的话 一二三三个负 我们放一个负在前面 呃 啊 不要了 有点太快了 呃 我们先换成假分数 四二八 八加一九 二分之九 除以 乘上这个三三 三三九 九加十二等于十一 过后 除法我们先照写了 呃 十 九乘十等于九十 九十加九等于九十九 过后呢 三个负 我们就放一个负在前面 二分之九 九乘三分之十一 这个除法 变成法上下颠倒 九十九分之十 九乘十一等于九十九 二跟 十可以越减得五 所以这些答案是 负三分之五 呃 负三分之五 换成代分数 一又三分之二 二十八题 答案是负一又三分之二 第十九题 一八八 八加三等于十一 八分之十一 十五乘七 哇 这个有点大哈 七五三十五 七一七八九十 一零五 一零五 加五 五二五 七五三十七五三十 七五三十五 七一七 然后一一零 一零五 乘以四 过后呢 上下颠倒 除法变成法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一零 一一零跟十一 可以越减深十 对吧 这个八 四跟八 越减深二 最后呢 有一个负 2乘10等于20分子之7 所以这题答案是 负20分子7吧 OK 我是不晓得是什么 为什么会做错这个位置 500多 500多 我感觉上你好像 110又在乘5 105跑去乘5吧 105乘5 就是525了 记得105就是跟5相加 不是乘的 应该是错在这一边 OK 6乘515 5加27 5分子7 除法应该变成法了 不过他先整理前面 前面没得月 7六四十二 然后除法变成法 3K月掉等于133 4三十二 5可以月掉生2 14乘2等于28 这个分母1可以用管它 答案是28 OK 非常好 OK 额 点赞 2